就是關於這個以色列這個總理公開表示手機監控的部分 我已經聽到您的這個答覆 所以我就不重複問 但我要請問的是說 國安局跟調局是在什麼時間知道這樣的訊息呢? 不要浪費時間 什麼時候知道 在什麼時候知道這樣的訊息 報委員我們沒有參與整件事情的討論 我們是在這個 真正問您回答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3月18號 他們開記者會的時候我們才知道 所以你是從公開訊息上面知道的 並不是透過其他的機制知道 調查局也是一樣嗎? 調查局也是一樣 那記者會公布之前 我們的國安局我們的調查局都完全不知情嗎? 對 他確定在疫情防控的方面 所以跟我們 不要迴避問題 我的問題是說 我們有沒有在記者會之前 就已經知道這個訊息 還是在記者會之後才知道 國安局跟調查局在知道這個事情之後 國安局跟調查局分別做了什麼事? 跟衛福部查證 還是沒有做任何的事情? 沒有做任何事情 怎麼會知道它的結果呢? 不會做 不會沒有做任何事情 一定要查證嘛 什麼事? 就跟衛福部要查證 這個訊息怎麼回事 國安局去跟衛福部查證 因為他講了 衛福部講了之後 國安局不相信衛福部去跟衛福部查證 不是查證 我查證 它的內容是針對疫情 怎麼回事 我們就去調查 你是去調查衛福部嗎? 還是說你是去調查 任何單位 是 所以我剛才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說 當國安局也好 調查局知道這個訊息之後的第一個動作是做了什麼事? 去了解 向誰了解? 像衛福部 因為他講的是 那衛福部跟你講了之後 你就直接衛福部的答案 你就直接接受 還是你做了其他的動作? 因為我們平常查證講 我們在這一方面沒有跟他合作嘛 所以他完全針對疫情在代表 他針對疫情在講話 不要一直強調疫情 因為大家都知道疫情 好不好 我現在問的問題是說 我現在想要知道的就是說 我們今天在您的報告裡面提到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有具體落實? 知道了之後做了什麼樣的措施? 只是單純的跟衛福部詢問而已 還是 向哪裡了解? 疫情 所以我們檢討一下 我們平常跟衛福部或者其他合作友方 沒有討論過這個議題 是 所以你了解了之後 去查證的結果是 我們過去民間企業是跟以色列做了疫情的討論嗎? 民間企業我沒有去問 那你問了誰呢? 你是問了衛福部 衛福部說他跟以色列做了疫情的討論? 對 我們才核對我們 平常沒有跟他討論疫情方面的問題 那你為什麼這麼強調疫情呢? 疫情的發生 疫情的發生的時間點 跟這個訊息出來的 他針對疫情在那邊討論的啊 現在關於手機監控的技術的部分 你剛剛前面說是衛福部去 你去問衛福部說他有沒有跟以色列的部分 以色列的任何的單位他做討論嗎?是不是? 衛福部我們就了解 對 好我拜託一下 因為時間到 我拜託那個管局跟那個亞局在會後說明 以上謝謝